记者卓家评综合报道,超级750系列马来西亚与球公开赛各项决赛今天陆续登场,女单冠军战由世界球后戴茨颖出战中国女教和冰交,球后中长以22比20,21比11获胜,也地道赛事连霸,目前正值24连胜高峰,小贷收下49000美元,约148万台币,奖金。 以及11000积分,请继续往下阅读此一前戴茨颖握有四胜一副对战优势,上次布迪和冰交已经是2016年新加坡公开赛的往事,首局开始,两人互有领先,戴茨颖打得颇具耐心,战术运用的疑,成功判断球路,但两人分差维持在一分,小贷因偶有失误很难拉开比数, 反倒让对方先出现局默点机会,但小贷既高一筹,心态更胜对手,连拿5分,交吸对方气焰换边后,四局戴茨颖先压迫对手,和冰交感觉气力放进,找不到回球手感,小贷加快节奏,让对方跟不上,来到11比1领先,四局后半段,打得毫无悬念,戴茨颖 维持自己的节奏,和冰交几乎打不出制胜球,小贷每季大爆发,不断击出好球,唱边球迷看得惊呼连连,对方眼看要一个位数比分收位,小贷出现零星失误,送给对方分数,但球后先来到赛末点机会,中场以一个制胜球,带走冠军,戴茨颖大骂公开赛封后, 欧新社,戴茨颖,又,缔造连霸,中国河冰交火亚军 Bagminton Photo提供戴茨颖,又,缔造连霸 Bagminton Photo提供戴茨颖缔造连霸 Bagminton Photo提供戴茨颖,左,缔造连霸,中国河冰交火亚军 Bagminton Photo提供戴茨颖,中,与其团队组成胜利贴三角,教练赖剑成,又,与防护袁臣 迎悬都是他的金牌推手 球迷提供戴茨颖每季连发顺利未免 球迷提供戴茨颖 欧新社,戴茨颖,中,与其团队组成胜利贴三角,教练赖剑成,又,与防护袁臣 迎悬都是他的金牌推手 球迷提供